這組門牌改造企劃剛剛稍微先研究了一下台灣目前的戶政系統下地址的規劃方式 可以直接看到圖表 像台灣目前是直下市、市 這是最大的層級 然後再來是區、鄉鎮、縣下市 再來是村里、林 這樣的層級 那像直下市跟市下面就會有區 那縣下面就會有鄉鎮或縣下市 那現在目前的尺寸有非常多種 官方沒有公定硬性說一定要多大或多小 然後各縣市又有各自的不同的規定 所以也是非常的紗亂 那我們剛剛其實都是在討論那個 地址的 郵政地址的區分方式去居多 然後之後看有沒有機會把它發展成 會有一套設計的規範和格式去 去讓大家可以直接套用說 你的地址在哪裡 你可以用哪一種設計規範去把你的地址 錄名、斷名、號這些全部套在一個版裡面 這樣子才不會說 大家愛怎麼做、要怎麼做 好 好,我們趕一下門牌趕到計畫 那剛剛那個 再次講清楚 他就很過分 我們趕到那些的解釋 我們趕到那些司舊 他就很有紀律 我們趕到來